以婴儿游系列舞座闻名的光环舞级创办人刘少卢 日前因为脑部肿瘤磁势 毕生投入舞蹈创作的他 临终前仍然挂念未完成的新作《五轮脉》的演出 舞者依据他的创作发想完成了这个作品 还首度在舞座中加入了绳子 象征群龙舞手的舞者们 要用绳子将彼此紧密相连 全身涂满婴儿游的舞者时而滑行转动 时而相互交缠拉扯 这是已故扁武家刘少卢 并事前未完成的婴儿游系列新作《五轮脉》 尽管脑瘤复发 刘少卢直到过世前还叮咛着9月底的演出 再三叮咛不可取消 那舞者对于身体与声音又没有研究他那么透彻 他们有在练可是信心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所以他们一接续下去 一接棒下去的时候 舞伦脉就不是刘少卢的舞伦脉 而是舞者的舞伦脉 上半场三个段落的舞伦脉 是舞者的身体 刘少卢的灵魂 这三支舞其实都有刘老师的影子 就是我们在他 在老师都还在世的 在医院的时候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 对老师的那份爱 对他给我们的精神 希望可以就是尽全力的把他传达下去 即便生命消逝 但舞蹈会帮他把精神传下去 他那么爱舞蹈 然后以至于说我们常常会忘记他生病了 他说就生命就像舞蹈不是职业 他说他是就像生命一样 他就像一条河流一样 他就一直往前流往前流往前流 然后呢 他就撞到大石头 他就叫的一声啊就叫出来了 然后如果像小弯小弯啊 在戏流的里面的时候他就边唱边走 看人的动作 看出人的个性 看出他的想法 因为肢体是表达某种东西 的东西 就是话说不清楚 所以我一直在跳 就一直在追求那样 台师大体育系主修体操 最后爱上舞蹈 拜师编舞家刘凤学 曾经加入云门舞集 成为创始团员 1984年刘少鲁与妻子杨婉容创团 光环舞集 今天大家在基督的殿堂 为少鲁 祠岛 一路好走 事实上 我相信他都感受到了 1990年发现汗水有助于肢体舞动 进而发展出婴儿游系列舞作 凸显出肢体线条之美与延展性 广受国际在域 1998年更获得国家文艺奖 如今创团界满30年之际 刘少鲁因为脑流复发辞世 直到临终前仍嘱咐妻子 同时也是团长的杨婉容不可取消 而舞团的下一步也已经有了规划 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很好的方向 这几年 第一个方向就是婴儿游的创作 第二个方向就是观音听舞 刚才讲声音还是要持续在发掘 然后再来就是客家系列的 客家系列是跟声音延续来的 刘老师他有的唱歌唱山歌 然后由山歌要发展到工作方 刘少鲁65年的舞蹈人生已经羡慕 但他对舞蹈的应景精神 在《光环舞集》中未完待续 《光环舞集》中未完善 《光环舞集》中未完善